臺東縣衛生局人員 依舊不馬虎 把一箱箱殼蛋 通通搬起來確認每顆蛋的溯源號碼 16號桃園有家蛋品工廠 被查出使用巴西 泰國 土耳其進口雞蛋 殘出的液蛋卻標示台灣 各地大動作追查蛋源 不過少了殼的液蛋 大多可能都留上這裡 但有食品業者也坦承 液蛋難以分辨是不是問題蛋 相關單位追查更增添困難 外界擔心進口蛋 可能會進到學校的營養午餐 打開冷藏室一箱箱殼蛋 保存在裡面 這些都是桃園營養午餐團善業者的存貨 就怕沒認證的液蛋 有爛魚充數 通常會購買殼蛋 再多花一道工 自行打成蛋液 因為蛋殼上的編號 如同身分證能掌握蛋源 真的得購買液蛋 營養午餐契約也明確規範 要使用有CAS認證 或是產銷履歷農產品 若是有違規最終可以終止契約 或依食品法開罰 就連全臺七城學校營養午餐 中華民國參和同業工會也宣布 若有違規者將封殺不再合作 混沖假冒不當情勢 學校必定依契約予以開罰 嚴重的話可提前終止契約 或依食安法開罰 必要使移送檢調偵辦 單元有問題全臺人心惶惶 各地政府全面追查 率先從團善著手 把關校園飲食安全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